大家晚上好,首先我不客氣,很感謝中小企業 而歐先生,即是領導的業會,邀請我今晚和大家如何落實國家十四五規劃 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做一個交流談討 第二個多謝,就是多謝在座各位 大家知道,今天全日都有風有雨,大家下班之後仍然抽時間來到這裡 是一份令人感動的誠意,我就直接進入話題 因為剛剛風教授探討了一個宏觀的經濟,中美的貿易,十四五規劃 我接下來都是探討國家十四五規劃和澳門經濟適度多元 或者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互相之間的關係 我今天和大家探討有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我就想先和大家回顧一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 就是1999年到今天,已經經歷了21年,進入了第22年 在過去的21年,過門的發展和國家同步 其實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亦都是細想一下我們經歷過幾多個國家五年發展規劃呢 1999年的時候呢,是國家的第九個五年發展規劃 國家第九個五年發展規劃是1996年到2000年 澳門特別行政區呢,是1999年十二月成立 剛好呢,就是第九個五年發展規劃的第四年,進入第五年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澳門經歷的國家發展規劃 然後到2001年到2005年呢,就是第十個五年發展規劃 然後到12、15、13、15,我們都經歷了 現在呢,即將會進入第十四年 所以呢,我想先跟大家回顧 到底國家發展規劃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經濟發展 存在一個怎樣的關係呢 我想舉一些實際的案例或者是事實 如果大家會記得的話 澳門和內地的合作最重要的一個年份是2003年 我們經歷了什麼呢,同樣都是疫情 不過是SARS,雖然它的時間很短 如果大家有記憶的話,主要是三月份,六月份兩個月的時間 但是呢,作為旅遊城市 其實跟2000年或者至今一樣 因為沒有油下微消費 澳門當時的經濟應變遇到很大的問題 於是呢,國家商務部 在2003年的六月份,首先跟香港特別行政區簽訂了SIPA 然後到十月份呢,是跟澳門同樣簽訂 不過澳門特區政府呢,就習慣用中文 它傳聞呢,就是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那麼中文呢,就是宿舍簡稱叫做安排 那麼這個是第十個五年法定規劃期間發生的 其實它非常之重要,它起的作用一直都延續到延續 主要是什麼呢,安排是三個部份 第一部份叫做貨物貿易,那麼它主要就是零關稅 第二部份呢,就是服務貿易 對澳門來說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開放內地居民以個人油形式來港澳和旅遊 那麼港澳地區簡稱叫做自由客 如果大家有看數據的話 2003年,之前的差不多45年來澳門的遊客 最重要是香港,一直都佔在第一位 2003年,簽訂了這個安排之後 因為香港是6月份簽的,7月份其實已經實行自由行 因為澳門是10月簽的,它早於澳門簽 其實已經享受了這個服務貿易自由行的優惠了 從2003年開始一直到現在,就是內地遊客 都成為了澳門這個旅遊業的最主要的客人 這個是第一個 然後呢,我認為呢,在第10個5年發展開學裡面呢 還有呢,一個叫做梵珠江三國洲區域合作 如果大家記得呢,它叫做大的9加園 就是9個省和香港和澳門9加園 同樣是11個,不過是省區 就叫做梵珠江三國洲地區這個合作 所以呢,在第10個5年發展規劃,我認為有兩年大事 好了,進入到第11個5年發展規劃 即是2006年開始,最重要是什麼呢? 有資料顯示,大家看一看這裡 國家第11個5年發展規劃 首次提出了,支持澳門發展旅遊等和物業 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第一次,在於國家發展規劃 所以呢,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 剛剛風教授說,正式國家發展規劃提出 2006年至今已經經歷了15個年 剛剛我們第二個部分呢,就跟大家探討一下 到底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去成效如何 第三部分呢,就是如何落實 14、5%規劃 那我繼續回顧 11個5年發展規劃,2006年開始 然後呢,有幾個很重要的事件 在第11個5年發展規劃 包括2008年 由國家發展規劃制定了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項 如果大家查一查這個文件 又是第一次 將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一人中心 列入了國家發展規劃 第一次又是 大家可能有一點點問題 它前面是珠江三角各州地區發展規劃項 但是它制定是國家發展規劃項 公佈是由國務院公佈的 所以它絕對是一份國家發展規劃項 所以呢,經濟適度多元 以及支持澳門這個世界旅遊一人中心建設 都是建築於我們國家的發展規劃 接著到2009年 對澳門來說呢 是未來發展到相當重要的 就是2009年8月14日 國務院呢 批服了由廣東省提出的 環及總體發展規劃 這個呢 我們在第三部分呢 就會探討到底澳門和張宏琴合作 如何建設越澳深度合作區 另外 同樣在2009年 對澳門是相當重要 如果大家記得的是 國務院同樣在2009年 十幾元批覆是甚麼呢 是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提出的 填海350公頃 是2009年十幾元批覆的 大家知道澳門一直叫土地 350公頃是甚麼呢 即是3.5平方公里 就是我們現在 在澳門和桿仔之間的 分開六個地點去填的 這個是350公頃的土地 這個是第十一個五年批覆劃 好了 到了第十二個五年批覆劃呢 我們是經歷了甚麼呢 第十二個五年批覆劃呢 首先是2011年3月份 如果大家記得 是廣東省政府和澳門特別政府 簽訂了越澳合作框架協議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最重要呢 我認為呢 有兩點 第一個 是越澳在環琴 會設立一個叫做 叫做越澳合作產業園區 所以面積呢 5平方公里 這個呢 等一下我會再跟大家計一個數 大家一邊聽 可能你們要稍為記一記了 2009年 國務院批3.5平方公里的土地 2011年 沿澳合作框架協議 在環琴設立5平方公里的沿澳合作產業園區 3.5加5 已經是8.5平方公里 有些土地雖然未必屬澳門所有 但可以為澳門所用 然後到2009年還有一個非常重要對澳門 是什麼呢 就是澳門大學 大家知道原來的舊校區 非常之小的空間 同樣是2009年 決定在環琴及健身校區 完全是一所全新的大學 可以說話 現在我們國家一所最新的大學 而且看它的空間 建設都是相當好的 那它佔地是多少 大家記不記得 1.09平方公里 你加下去 剛才8.5加1.09 已經是接近10平方公里 然後我繼續講土地 之後 在2011年 即是第12個國家的年份 規劃裡面 接著還有什麼呢 2014年的推出叫做 服務貿易自由化 大家聽可能這個稍為有一些 這個概念 不是說太熟 所謂服務貿易自由化 其實很簡單 主要就是兩條 以往的 大家知道 比如說歐先生的企業 或者是其他在座的企業 你要進入廣東省的投資 的話 以前 你要提出你的投資計劃 如果看看你是什麼產業 你要續項審批 當時我們廣東省政業 都做過一個調查 有一些投資行業 如果涉及主管部門很多的話 當時我們去廣東省了解 最多就要蓋34個章 34個章 即是涉及34個部門 要34個部門審批 但是那個時間是花了很長時間 有些大的投資公司 它要專門成立一組人 就是住在這個城市 主要是什麼 每天去跟進各個部門 何時可以批覆它的審批 現在殺人服務貿易自由化 最重要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 一個廣澳的企業 可以給予國民待遇 即是投資門檻 你進入市場之前 可以給予國民待遇 即是門檻是放低的 第二個是實行負面清單 負面清單是什麼意思呢 可能大家有一點點生疏 剛才說續項審批 你可以覺得它是正面的 因為你每一樣都要申請 而負面清單是什麼呢 就是列出了廣澳企業 或者外資企業 未能進入的這個部分 其他那些都開過 就不需要被控制 當時我們都做過一些研究 世界貿易組織 就是將這個 就是服務貿易總類 這個行業或者部門 分為160個總類 或者160個部門 服務貿易自由化 用國家商務部 提出來的標準 就是開放超過8.95點多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世界貿易組織 定出160個總類裡面 開放是153個 換一句話來講 就是換是有7個項目 或者是種類 是需要審批的 就是在負面清單裡面 其他那些 基本上你都是可以提供的 所以這個服務貿易自由化 其實對港澳企業 進入內地的選項 是提供了很難的 這也是在十五年規劃 好了 然後到十三年規劃 我們剛剛到2020年 大家都知道 用內地話來講 就叫做收官之列 是吧 即是說十三五這個規劃 是五年實施完結了 現在呢 我們就進入了十四五規劃 一個新的開始 我再講回澳門 最緊缺的土地空間的面積 2015年 大家如果記得 國務院同樣批覆什麼呢 澳門的改革 還有這個六屆 這兩件對澳門來說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托錢城市空間的大事 因為2014年的十二月 國家主席 最近明明澳門 即是出席澳門 這個回歸十五周年的時候 就啟動了宣布 是滑定海域這個營走 經過一連時間 到2015年的十二月 國務院呢 是批了澳門 大家知道澳門以前沒有水域的 按線一落水就是廣東塔的 和珠海呢 大家劃定一個叫做習慣 習慣的分界線 是習慣的 不是有法律約束的 只不過是約定俗成這麼多年 以內港 現在我們十二輪水道 東面是澳門 西面呢 就是珠海灣仔 一直去到橫及 但是以前一定沒有 還定這個水域 2014年開始啟動研究 分兩個小島 當時我們特別行政隊 一個六屆小島 一個水域的小島 我先講六屆 稍微簡單一點 如果大家記得 現在關閘 我們如果要進入珠海 每天都鎖經那個聯檢流 當時所見 是租用珠海的土地 二萬八千平方米 即是這裡建築物 佔那個地 二萬八千平方米 未有還定六屆之前 是要付租金給珠海 當然了 這個租金的金額並不太多 但是它這個土地所屬於我 就是藉著2014年啟動的 就是這個環境六屆和水域 現在就是將我們俗稱關閘的這個聯檢流 包括佔有這個土地 滑歸澳門所有 然後沿著鴨沖 開始跟珠海滑定一個界線 沿著鴨沖 一直到十字門水道 很明確的 如果大家看那個線 然後呢 就是澳門 向東面的水平發生 這個呢 都是發生在我們和國家發展規劃同步 最後呢 我想總結一下 關於澳門和國家發展規劃的關係 我以一個大家比較關注的土地空間 我這裏列出來呢 有幾個關節自由行 我講過了 第二個空間拓展呢 主要就是城市空間拓展 首先是最早 好 剛才是沒有提到 2006年 豬澳跨境公園區清雲那裏 40萬平方米 豬海原區29萬 澳門原區11萬 11萬平方米 如果我們換成平方公里計 0.11平方公里 0.11加2009年 批福田海3.5平方公里 加2009年澳門大學 橫琴建校區1.09平方公里 加2011年 橫琴粵澳合作產業原區5平方公里 然後剛剛講的 我們關閘 雖然是土地面積不太多 2萬8千平方米 但是如果換成平方公里是0.028 即是很少加密 沒算過 大家記得 2018年10月 廣州澳大橋 正式通車 澳門有個口外區 雖然土地屬於豬海 但是滑歸澳門使用 0.73平方公里 不是小的 澳門那個口外區原價 你把我剛剛講的數據 全部加在一起 超過10.5平方公里 大家知不知道澳門的面積 以官方計 到200年的年底 都是32.9平方公里 但是我們在經歷了五個國家發展規劃的同時 獲得可使用的土地空間 是10.5平方公里 相當重要 所以 我對第一部分的總結 第一次遊客 對澳門這個旅遊城市 是帶來了大量的消費 支撐了澳門的旅遊經濟和旅遊產業 第二 擱展了澳門的城市空間 可用的土地 10.5平方公里 就是增加了 所以 還有一個就是黃禽開發 我等一下在第三步 再跟大家談到 這個是關於第一部分 先想大家去明白一個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加入國家發展規劃 另一個角度來說 就是國家發展規劃 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發展 會產生什麼作用呢 其實結論就是一個引導促進 和積極推動的作用 這個是第一部分 我們再看第二部分 剛剛跟大家說了 第二部分 其實我們就探討今天這個主題的第二 就是如何落實國家發展規劃 而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剛剛跟大家互顧 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是2006年 國家十一年規劃 首次提進 至今已經15年 在這15年裏面 當然會有一些進展 但是它的成效並不顯著 我們實事求是 我這裏也引用了 澳門特區政府 在2020 財政年度施政報告裏面 是列明原話來的 經濟多元發展 進展 不明顯 博彩業 一業獨大的 狀況未有改善 匯展業和文化創意產業 佔本地生產總值的基礎均不到百分之一 這個呢 做經濟研究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數據研究 這個就是實事求持 雖然呢 特區政府 是推出了 一系列的輔助政策 我舉個例子 除了文樓 會展文創 如果大家記得 它是成立了一個工作委員會 文樓都有的 是當時這個推動經濟的 叫做產業多元的時候 分別成三個委員會 我當時我參加了文樓 委員會 我其中 它分兩個小組 其中一個小組的 複雜在裡面 文創和會展 除了有兩個工作委員會 背後呢 還設立了基金 即是有工作機制 後面也有基金支持 但是你看到最終的統計數據 不足百多元 這個統計數據呢 是2016年 由統計器補查局 建立一個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 統計指標體系 以前沒有的 2016年之前的話 很難分得出 各個產業在GDP裡面 一個餅檔 它佔的比例是多少 因為它沒有建立這個統計器 2011年建立之後 這個呢 就是反映了有關的產業 在澳門本地生產總值那邊 它佔的比例 這個就是實事 講到這裡呢 其實我想跟大家呢 也做一個回顧或者總業 經濟適度多元 正如這裡一開始 澳門特區政府成立最初 就提出了大家印象很深的 就是以博彩業為龍頭產業 帶動其他旅遊服務業發展 所以大家一定是記憶游滲透 如果是當時做經濟研究的話 就將它分開了一個叫做中向多元 所謂中向多元又叫做純直多元 是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這個龍頭產業 博彩業是很大的 而是它上下游的產業 就是中向 所以包括酒店業 包括零售的批發 包括餐飲 包括遊客的運輸 以及你酒店需要的物流 其實都跟這個相關的 但是呢 經過實踐檢驗是最重要的 如果博彩業遇到風險 不是今天開始 如果大家記得 2008年、2009年 當時是發生了國際金融危機 大家會記得 現在的金沙城 當時是正在在建中 因為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 這個工程是停頓了的 而有12,000的建築工地的僱員 是要離開澳門的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反映了 博彩業它一受到衝擊 和它相關的產業同樣受到影響 之後如果大家記得 2014年到2016年 連續26個月 還會是三年 亦都因為博彩業的問題 澳門經濟是負增長 或者叫做經濟明顯收縮 到2020年不用說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200年剛剛豐教授說的 大幅下跌 56.3 所以呢 就是和博彩業密接相關的產業 這種的叫做垂直多元 是風險同樣 就是和博彩業承受的工業一臉 博彩業受影響 和它相關的行業產業同樣受影響 那這個是第一個階段 好了 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剛剛說 特區政府呢 就是扶持 選定的一些產業的分別 剛才說了 文華說會展民創 後來呢就增加了中藥和特色金融 但是我們從統計去看 所以仍然不明顯 好嗎 那我自己分析 經濟收縮多元 經歷了兩個階段 所謂垂直多元 是實踐檢驗 這個是風險 同樣 同樣性的風險 用政府的資源去扶持產業 效果也不同 因為它本身這些產業 未能夠形成規模 要它真正自己能夠市場商業運作 現狀來啟動 那我們就必須要重新建立了 有沒有生育更好的方式 我們看看第三步 我們回復今天討論的主題 就是落實十四應規劃 剛擾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我們先提一提 就是國家十四應規劃 在第六十一章分兩節 第一節提出原文 我引用 支持澳門豐富世界旅遊 有行人中心內涵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這個題目是改變的 不是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 有行人中心 過去一直是這個題目 現在是豐富世界旅遊 有行人中心內涵 這是第一步 支持粵澳合作共建環球 擴展中國與葡語國家 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功能 都是有所指的 內涵功能 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 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這個就是我們民間將它簡稱為 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 接著是支援澳門發展、中醫藥、研發、製造、 特色金融、高薪技術和匯展商貿等 讓產業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如果就這段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澳門的產業發展方案 很明確 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 然後是五個產業以及他們相連或相關的學業 這個很清晰 是吧? 我們如果探討 但關鍵是什麼呢? 是落實和落地 如何落實和落地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剛剛封教授也是探討過 如果做了一件事 方向、目標是最重要的 這個很清晰 第二個是路徑 封教授剛剛分析 他認為未看到如何達至這項目標的路徑 這個很重要 用什麼方式去達至這個目標? 是吧? 所謂路徑的話 如果用一個比較淺白 大家認為 我要去到達一個目的地 你有多種選項 步行 是乘坐巴士、的士、自駕車 還是軌道交通 還是其他選項 是吧? 這個是方式的問題 所以你只能夠選擇一個奧門 可以做出同作方式 我自己思量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經過分析 澳門自己未有能力做到 尋求合作 這個一定是要的 尤其是科技創出 這裡我多說一些 如果說到跟經濟發展相關的 我們習慣如果經濟分析 就用生產要素分析 傳統的生產要素大家都很熟 第一是土地 因為你做農業社會 一定有土地才有耕種 第二就是勞動 第三就是資本 你要買種子也好 或者買肥料也好 你也要資本 農業經濟就是土地勞動資本 到了現代的經濟 新的又加三個元素 就是企業以及企業家的精實 然後技術進步 或者叫做科技創出 最後一項是政府的政策 是吧 如果我們用這六個 叫做習慣 我們分析的生產要素去看 土地 澳門一直缺土地 所以剛剛先跟大家分析 通過我們經歷五個國家發展規劃 我們增加了可以用 雅未必是屬澳門 10.5公里 而且近期公開的 大家看到政府公佈的 我們收回了有80幅土地 其中接近一半是沒有法律訴訟 是可以用的 所以我認為土地資源緊缺的情況 有所緩解 這是第一個 但第二個最大的 勞動 包括勞動力 和我們的人力資源 以及科技創新的人才 高級的管理人 所謂的高官 這個我認為是澳門現在遇到最大的 所謂事在人民 即使你設計得很好 你都要有人去執行 要有人去操作 首先澳門 勞動力都缺 如果今天政府最新公佈 外地會員 17年5萬 已經減了兩萬多 基本的勞動力其實都缺 更何況說高端的科技的人才 高官 這個如果要經濟色度多元 必須要解決的環境 如果不是只是一句空話 這個是第二個 生產要做的 分析勞動 包括人力資源 第三 資本相對來說 在座 我們在歐先生經營金融面對 我們有金融的資本 有民間的資本 有政府的資本 政府的資本 大家都很熟悉的 政府不斷的財政儲備 超過6000年 有基本儲備 所謂基本儲備 18個月 即是一年半 你就要這個錢 我不動的 放在這裡 必須滿足政府 18個月的預算 開支 其他的超額儲備 有3000多億 那個可以用來投資 所以我自己認為 資本對我們來說 相對好一些 好了 企業 我認為 同用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剛才封教授分析 中小企業 其實是構成的 我們整體經濟 一個人體 你看到一個人 一個人裏面 他有各種的器官 和很多的細胞組成 中小企業 就是另一邊 這種器官和細胞 如果你是健康的人體 一定是你的細胞 你的器官是健康的 所以 但是事實上 澳門是甚麼情況 財政局的註冊 設立的公司企業 大概7萬6千到8萬左右 超過98% 中小企業 這就是澳門的現實 第一個 第二個 生產要素裏面 還有一個叫做企業家精神 大家聽 可能有一點 是比較虛一些 何謂企業家精神 其實我舉一個例子 風教授舉了華為 我同樣舉華為的 任正非先生 因為華為近期 大家很關注 有很多他如何創業的資料 就不斷披露 大家知不知道 任正非最早 去組成這間華為公司的時候 有多少資本 2萬6千人民幣 是6個人 還要加份的 6個初創的股東 加了2萬6千人民幣 創造了華為公司 現在 是一間非常大的企業 不單止在中國 在世界上 也是非常大的企業 當然他遇到困難 是吧 但是你看看一間這麼小企業 最早 靠6個股東 大家籌集 加起來是多少呢 只不過是2萬6千人民幣 就創造了一間公司 是吧 而且華為大家知道 經歷到 2000年 這個叫做 產業鏈 或者叫做 芯片斷工 它仍然 不斷可以調整 我覺得 這個就是企業 和企業家精神 非常重要 你沒有這份執著的話 你過不了這一關 是吧 就是挺不過這個 這麼重大的 這份 大奧門質疑 是吧 好了 講到技術進步 我認為這個就是奧門 最明顯的斷化 剛剛豐教授說 叫做是廣州 深圳香港澳門 叫做越港和泰灣區 科技創新走路 那教授不是很明白的 為什麼澳門都算是 其中創新走路一個組成部分 那大家如果看一看 高校授分析了有高校 高校裏面有四格 伯格重點實驗層 其實這個都放在這裏 現在問題是如何 用好它 將科技創新 或者走出實驗室的成果 能夠轉化為商業生產 形成產能 這裏我多說一些 2016年 如果我沒有記住 我們廣東省政院委員 聯名做了一個提案 就是叫做以驅動創新 推動廣東經濟發展 那這個提案呢 就受到廣東省委 和廣東省政府的重視 當時省委書記胡春王 就親自叫做親辦這個提案 當然不是澳門一個 是有六個相同的提案 一起去辦 廣東政院委員就推舉我做代表 去廣州 在廣東省委的常委室裡面開會 就是講漁海科技抗爭 我記得很清腿 因為我自己參加會議 當時胡春華書記說到 廣東省所屬的研究機構 或者高校 由廣東省政府 才啟動60億人民幣 作為一個槓桿 去帶動他們的研究成果 轉化為商業的生產 胡春華書記特別講明 我記得在會上 這60億不是給教授去寫論文 不是去發世界的核心期刊 原話就是這樣 講得很清楚 一定是要形成產能 可以成為實體產品的 才可以獲得政府的資助 非常清晰 廣東產發展科技藏 然後到2018年 我獲邀廣東省科委 即是科技委員會 辦一個論壇 再邀請我 亦都有一個演講 經過兩年時間 我剛才講過60億一個共國 它有一個專門研究機構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說美工大學 專門做廣東的科技藏人工具 已經經過兩年 不是帶動我們 是兩千多億 風投金融機構去投 這些科技創新企業 60億兩千多億 兩年時間 所以呢 因為2017年 我亦都去過意識來考察 在海發一個城市意識 它的科技員區就是我 其實總結經驗科技創新 首先你要科研員 因為我去到第一晚 就約了八個以色列的科技藏人 有成果的 有成果的 一個工作晚餐 他就跟我們分享 他的科研成果如何走出實驗室 然後大部分已經轉化為資本了 因為大家知道意識是很小的國家 他不能夠多地生存 很多是其實跟中國內地 買了他的創新成果和專利 但是他已經收到這個科學 加本身收到一大筆的專利費 他可以繼續去第二輪的創新 我們看完廣東省 看完以色列之後 我自己總結 第一 當然你有實驗室 有科技人員 第三 你要有評估機構 因為你的科技創新 你自己說是世界一流的 但是你沒有一個鑑定評估機構 是很難去評價你的是否創新 所以你必須要有權威的鑑定機構 第四 很重要的 是金融 就是這些風頭機構 金融機構 我們去同行的 有香港的行家 他其實在以色列已經是 去了十幾年 所以他對當地的一些創新的實驗室 創新的科技人員 和那些成果 非常熟悉 其實他就是做空投 他 資本是選擇 創新的這些企業 企業去尋求資本 你就要去控訴 所以你總結說 澳門要做科技創新 這些元素 你必須都要有規矩 如果沒有你就要去借放我們 如果不是你的科技創新 僅僅有國家重點實現實 也都很難出現 這個就是關於經濟速度多元 是和國家十四五發展規劃 第一節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簡單一點 第二節 其實主要提出都是科技 這個創新的 深化擴大內地與港澳金融市場 互聯互通 那些都是和科技創新有關的 高品質建設越港澳大灣區 深化越港澳合作 泛珠三國區的合作 那些港澳地區 推進深圳、前海、珠海環球 廣州、臨沙、深港、河濤等 越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設 好了 其實這個都是我自己的總結 如果是對照國家十四五發展規劃 和澳門經濟速度多元 我認為這個關鍵詞 一中商一平台基地 這個是澳門的定位 是十四五國家發展規劃 包括越港和大灣區 都是定了這個目標 這個是澳門的城市定位 第二是五大關聯產業發展方法 就是剛剛說的 裏油、回展、商貿、中醫藥、現代金融 和科技創新 這個關聯發展方法 然後深化粵港澳合作 這個就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合作 不是說緊緊澳門 有很多時候澳門大家知道 是一個很小的城市 三十二點九平方公里 得足七十萬人 上住人口 六十八點幾 封教授對澳門的要求高一點 澳門無論從規模 和他的知識 或者是他的高峽 他是沒有辦法和廣州 沒有辦法和深圳香港 所以一定要合作 加入與港澳大灣區這個城市 我們十一個城市 是借助別人的優勢 來推動我們不發展 不可以說 各樣都我不獨立去做 因為這麼小的地區 你沒有可能 然後最後一個 做好重大合作平常建設 這個就是大家期待 包括剛剛4月13日 行政長官做立法會有議員 到底環禁越澳深度合作區 這個建設的方案 它的內容是怎樣 這個我們有待 這個一定是中央政府公佈 然後我們不是說僅僅 靠這個越澳深度合作區 我們是一系列的關鍵詞 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 然後現在確定的五大關聯產業發展 然後通過越港澳大灣區 城市運動合作 再做好一個重大合作平常 主要就是這個和環禁合作 深度合作區 因為時間關係 我今天就是有關的想像 一些淺言和大家分享 希望在互動環節 大家多提一些問題 我們再去交流 多謝各位